世尊摄金教学49年 哪一个法门能帮助我们这一生成就 就这一门 除这一门没有第二门 七套法门那是根性特别利益 不是普通人 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 我修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都警告我 考别学慧能了 那个学不到我 慧能之前没有看到这种人 慧能以后也没有看到这种人 你怎么愧疑他 那是决定学不到的 这个路要死心舍弃他 决定能够做得到的 念佛往生成佛 为什么 男女老少 邪欲不孝 只要肯念 过过成就 甚至于包括造作 无力实我 回报大臣 灵命忠实 你头脑清楚 你能够忏悔 你能够认错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借助阿维约智菩萨 这话 你想不想信 你有没有听懂 你要听懂了 相信了 一教奉献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是人人能修 人人决定成就的法门 我们要记住啊 特别是 年岁大了到老年了 告别的法门 时间来不及了 真的要万元放下 到六十岁了 要万元放下 我真心 真悦 我依据佛号念到底 成功了 六十以上就要知道 在这个世间 就不长久了 还能活六十年吗 它不可能了 六十七十走的 是绝大多数的 那十一九 高度的警觉险 那十一九 是绝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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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绝大多数的